10月13日 洛克希德馬丁在加州梵登堡空軍基地 對新一代精確打擊導彈進行了第五次試射 成功突破500公里的測試目標 據軍事新聞網站《防無1》報導 新型精確打擊導彈可為地面部隊提供更遠的射程 更大的殺傷力、生存能力和導彈裝載量 它的特點之一是可使用海馬斯多管火箭車為載具 而台灣2020年才與美國採購11輛海馬斯發射系統 被認為是用來防禦中共至關重要的武器之一 如果部署在台灣西部沿海 攻擊範圍可深入大陸境內約200公里